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SmartGate 簡稱SMG下載器 的使用教學 那這一篇是part1 說明下載 解壓安裝 及 解禁的設定 教學網址貼在這個優度 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這個頁面 因為有一些那個文字圖片要參考 連結要點擊 好 那前沿的部分 就是大家到這邊 自己看一下 就直接講那個流程 那這個下載這個東西有沒有 就是說你到了這個 他的這個網站 他是放在這個 谷歌的那個Size 這個站 那這個地方要注意看版號 要注意看版號 那原則上 那個下載最新版 那未來還有新的版號的話你要注意看一下 那個版號 版本號 那你就自己 那個下載一下那個 點擊一下 這個download 的這個按鈕 按一下就下載 你要注意看一下他的版號 然後他這個後面有他的所謂的日期 也有日期 比如說這個是 2019年那個 8月 這是2020年4月3號 這樣子也可以 看到那個 那個版本的那個 的日期 那個出品的日期 那這邊是 那這邊是被存載電 就是說你 這個被存載電 因為那個有時候沒有時間去更新 所以說原則上是 先到他這個主要的這個官網 去下載這樣子 那也可以從被存載電下載那個 舊版 或者是因為這個是手動更新 有的時候沒有空去更新這個東西 那你就先到那個官網 那要注意一下 版號這樣子 原則上下載最新版 好 那接下來是解壓 下載回來他是 ZIP的那個 壓縮檔 那這個地方用那個 到這邊看一下那個 解壓軟體 自己弄一下 好 那我習慣是用滑鼠右鍵 解壓縮到 這個目錄裡面 SmartGate 這個目錄 就解壓完了 詳細操作就看一下這裡面的教學 那解壓完之後 到這裡面之後有沒有 好那接下來講一下這個安裝 就是說你到這個 這個目錄因為這個問RAR他是會跟你增加一層的那個資料夾 避免去那個 一大堆東西解壓在那個那個根目錄下 這樣後面處理很麻煩 那所以說他會加一層那個 檔案名稱的目錄 那你就是copy這個 好那我就是剪下來 剪下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建議你放到那個檔案總管的文件 或者是放到 系統槽 以外的槽 也就是D槽或者是E槽 或F槽等等的 那這是根 這是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這是一個寫入權限的一個問題 好那個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裡面的那個寫入權限 點進來 那個寫入權限 第二項 那這邊裡面的第一篇向下拉也有寫入權限 那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個地方這段教學我是放到那個D槽 E槽 就是系統槽 就是C槽是系統槽 以外的地方 因為他這個是屬於那個 下載器 工具A的 那我就把它放到那個E槽 因為他的那個 參數的那個記錄有沒有 他是記錄在這個 那個目錄 也就是說他會記錄在這個目錄底下 他不是放在那個AppData 或者是那個 登錄註冊表裡面 所以說我把它放到這個 系統槽下面 就是剪下來之後 那就滑鼠右鍵貼上這樣 把它放到這裡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接下來要做更名的動作 去掉特殊符號 不要含到筆線點跟 簡字號 像這個是不對的 那這原因請參考一下這裡面的絕對路徑 因為這個問題我已經遇到非常多次 就是說 因為這些特殊符號造成那個 程式沒辦法執行的問題 我已經遇到很多次 我就是把它改名成英文跟數字 像這樣子英文跟數字就好 它會顯示成1.57版嘛 那你就把它改一下 你這邊把它重新命名 它是這樣子嘛 1.57嘛 那你就重新命名把那個點去掉 這樣會比較好 那這個是錯誤了 這是一個範例 好 因為我已經 我忘記包從哪個版本開始用了 很久了 好像是 我也忘記了 0點多版還是什麼的 那這個是錯誤的範例 那這個才是正確的 就是英文跟數字就好 做資料夾 這樣子 你不要喊特殊符號 那這個絕對路徑就參考一下這裡面的說明 好這個我已經遇到 那個個人已經遇到很多次了 反正是一些工具類 或者是一些遊戲有沒有 有沒有 那我全部都是用因素 那 還有一種叫做影片的 影片的那個是 載入影片 播放的那個 像這種影片有沒有 那個中文沒有問題 或者是你用什麼符號沒有問題 但是像是工具類或者是遊戲它是執行的 那就不一樣 那就是用因素比較好 那像這個是 播放器載入 再播放的 那這個用中文或是用特殊符號 那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有區分不一樣 所以說這個地方 把它改一下去掉那個特殊符號 避免你後面執行出問題 好 那最後面就是講一下這個 那個接近 那 參考一下這裡面的那個教學 顯示副檔名 跟 檢視切清單 這一篇 顯示副檔名 這裡的說明 跟 檢視切清單 這一篇 我記得還有嗎 大概是這一篇 這樣會比較好檢視啊 好這樣子弄完之後就是這邊嘛 顯示副檔名 檢視切清單 那有空可以參考一下這邊的教學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smg.exe 你不會去弄錯啊 你不會去那個 因為我現在要設那個 捷徑嘛 你不會去弄錯是這樣子 那就在這 參考一下圖 滑鼠右鍵 傳送到桌面做捷徑 就OK 那後面點擊開了就可以執行 那但是這邊 這邊 我不建議用在桌面 因為有的人那個桌面很誇張到這裡 這邊全部都是遊戲啦 工具啦 影片還是 要處理的文件檔 到這邊 整個滿滿非常的亂 那像這個是 你假設你有 像這個在這論壇嘛 這個比如說資源網裡面論壇 下載東西也會經常使用到smg下載器 那這邊建議放到 開始菜單右邊的觸控面板 那我這邊執行一次給大家看 好那就在這個 滑鼠右鍵在這上面 丁選到開始畫面 等一下 然後右邊這個是觸控面板 有沒有它會丁選到 那這是之前的舊版 那我就把它取消 更多 取消掉 好吧移過來這樣子 那假設你要弄在這邊弄壹塊有沒有 有沒有注意看一下這裡 上面有一個藍色的這個有沒有 你就直接用一個 長 用 下 載器 這個是什麼作用 這個是分類的作用 假設你這邊放了十幾個 你要知道那個這些東西是做什麼用的嗎 這樣子 長用下載器 然後按一下Enter或滑鼠點擊其他地方 就這樣子 好這樣子用 那我把它放在這裡因為這是很常用的 一個下載器 我把它移過來 好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就取消掉了 好這邊 可以那個做一下 你把歸類分類 天氣溫度啊這樣子 新聞啊等等的 你自己弄下 那個 開始菜單右邊的這個 就說你 極度常用的那一種的你就把它放在這裡 這樣子很方便 因為你 那個桌面才不會那麼亂 才不會放一大堆東西很亂 你就要用的時候在那邊點擊 有沒有 點擊開來這樣子 就OK了 好 那這一篇的那個四個部分就說明到這 OK 那後續文章我會再弄在這裡 後續文章還弄在這裡 好 那 要 支持一下這個教學頻道可以點擊一下這個訂閱按鈕訂閱下 還有一個就是說斗內贊助連結 維持這個教學頻道能夠正常運作 大家可以到 那個贊助連結這個連結 裡面的 斗內 網站 點進去裡面還有那個斗內的網站 再點進去 然後進行小的贊助 看你是要幾百塊的台幣 都可以 講著 嗯 支柱一下 好 這段的說明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教學